歡迎回到運動的這一計畫 今天我們來聊聊 如何用四個動態熱身 完整的啟動你的全身肌肉吧 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瑞 今天我將教大家使用四個動態熱身的動作 完整啟動你的身體全身肌肉吧 首先這四個動作會教大家啟動你的肩胛骨 目的是要讓你擺手的更順暢 那第二個部分呢 會教大家啟動你的髖關節 那髖關節活動度變好之後 你的腿抬的高度就可以更好囉 那第三個部分 會教大家啟動的是你的核心肌群 核心肌群的啟動 可以加強你身體的穩定度 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左右晃動哦 那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要啟動的是你的肩胛骨的部分 目的是在幫助你的白手可以更順暢 所以大約請大家跟著我一起做 把你的腳大約成兩個肩膀框的距離 然後手輕鬆的撐在兩個大腿上 這個時候你的身體要微微的往前傾 側面看起來你的身體軀幹 是斜45度的向前進 那待會的動作呢 我們先從右手開始 右手比一個站 從兩腳中間啟動 往上平舉到最高點的時候 大約在耳朵旁邊 往後拉的時候 你要感覺你的肩胛骨 往內夾夾夾夾夾到最緊之後 你覺得有點痠痠的 然後往前平伸回來 這樣是一次 我們每個動作呢 往上平舉 往後夾到最緊 往前延伸回來 我們大約單邊可以持續十次 這個動作的目的呢 是在啟動你的肩胛骨熱伸 當你的肩胛骨有妥善的熱伸之後 它啟動完了 待會對於你的跑步白手動作 會更有幫助喔 然後記得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有一個重點 為什麼不能站著做平舉往後夾呢 因為當你站著往後夾的時候 你的肩胛骨動作呢 其實沒有辦法感受度不夠明確 可以讓你有夾背的感覺 所以往前傾呢 可以受限你的手抬的高度 這個時候你往後夾的位置就會比較正確 下一個動作呢 要教大家的呢 是啟動你的髖關節活動度 還有上背肌的旋轉肌群 所以待會呢 我們的動作要做弓箭步 撐下去之後 手著地撐地 這個時候 你的身體去跟它呈現一個面向地板 然後你的兩腳腳尖方向都朝正前方 穩定了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轉體動作 所以右腳在前 我就右手往上轉 看向天空 往上轉的這個同時 你要感覺的是你的上半身 下背肌群 上背肌群 都有被延展的感覺 然後大約往上停 一、二 回到遠點 往下支撐 穩定了之後 檢查你的腳尖方向都朝正前方 身體做一個往上左前的動作 回來之後 往回推的目的呢 是要啟動你的股四頭前側 推回來 讓它有一個熱身啟動的感覺 換邊 撐地 回來之後 骨四頭肌撐回來 那這個動作呢 大約可以持續單邊做八次 連續的換邊交換 它可以有效的 啟動你的髖關節 還有你的骨四頭肌的伸展 好 那下一個呢 我們要教大家啟動的就是核心的位置啦 那這個動作呢 除了可以啟動到核心之外 也可以啟動你的跟腱 阿基石劍還有小腿肌旋的部分喔 那動作開始之前呢 請大家先跟我一起乘 伏地挺身的預備姿勢 在伏地挺身的動作預備姿勢之後呢 請幫我確認一下 你的手掌有沒有在肩關節正下方 穩定了之後 側面看起來 身體要呈現一個平板式的姿勢 待會的動作呢 我們要往後延伸 往後推推推推 推到最底 當你到最底的時候呢 你要感覺你的上背肌群有被延伸的感覺 這個時候你的腳腳跟的位置接近踩住地板 然後小腿跟進就可以有效的延伸 就會有伸展的感覺 三秒之後 回到平板式 這個時候核心用力支撐 那這個動作持續的向後延伸推到最高 一二三回來 平板式 往後延伸 一二三回來 平板式往後延伸 一二三回來 平板式 OK 這個動作的目的呢 往後的時候 啟動你的上背肌群跟跟腱 回到平板式的時候呢 可以讓你可以有效的 可以啟動你的核心肌群 動作一樣是連續做十次 那下一個動作要教大家呢 就是熊爬 熊爬這個姿勢呢 可以更有效的啟動你的動態核心的部分 待會請大家跟我一起乘四足跪姿的預備姿勢 四足跪姿呢 找到你的膝蓋在框框正下方 手掌在肩膀正下方 穩定了之後 幫我把你的腳腳尖踩著地板 微微的離地 讓膝蓋離地大約三公分 這時候你的身體順床要呈現一個平板式的姿勢 不要有往上圓背掉下去的姿勢 夾起來成一直線 待會的動作呢 一側邊的手 左手右腳要一起前進 所以穩定之後 離地三公分 往前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動作越小步越好 越小步越好 它可以有效地啟動你的核心肌群 透過這樣的訓練 可以讓你在跑步當中的核心 可以更有力地 穩住你的身體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 你可以在往前的時候前進十次 往後的時候前進十次 大約可以乘以二 前十、後十、前十、後十 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個很有效的熱身喔 那以上教的這四個動作呢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熱身 讓你在跑步之前 可以有良好的啟動 在待會跑步開始之後 你的肩關節、髖關節、核心肌群 有一個很好的穩定之後 對於你跑步會更有幫助喔 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瑞 感謝你這集的收看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個訂閱 而且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露接我們接下來的教學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掰掰 我們就下一個集 pore 跟兒一�半左右 我們就下一個集 screaming 就下一個集固 你還沒看見 你還要接著 你還沒看見 SUBAD 好 Us 那一陣子 你感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